同样的饭菜为什么这间好 那个生意不好 人家福宝不一样嘛 生命有福宝了 有些人生下来就很有智慧 因为他上辈子尊敬老师 印佛经 生下来很会读书 有些人生下来就很有钱 各位因为他上辈子喜欢布施的人 所以他就会生在很有钱的家庭 老实说我是这样发迹的 因为我太太怀孕那天 我开始买一个最贵的房子 还贷款的 但是他们要 我只好说要哇这么贵 我就说好 一进去 我太太宣布怀孕了 从那个开始 一二三四变成四个房子 我就知道说 我这个儿子不是简单的 我没那个福宝 我是个 我常讲生如乞丐 心如黄金的人 我不适合享受 他有福宝 他搬进去以后 他怀孕了 我就开始买房子了 股票就涨了 哇原来人不一样 所以从小就吃素 人家上辈子是修行 还要他老爸出家 哇真伟大 所以人他有 这也是我的福宝 生了一个想出家 护士出家人的儿子 那我就很有福宝 所以人可以改变命运 所以如果你生一个讨债鬼 再见了 再见了 开始兵败如神道 所以你为什么会生这个儿子 因为我有好心 我结婚的时候是一个好心 我也帮助别人 所以我也想说 我这个人大概不会生 会生也有问题 对不对 但是居然怀孕了 我还怕每天拜 我要生出一个健康正常 不要生那个乖乖的 因为我做了不少的坏事 我都会怕 对不对 那是不是我求来的 这是我意外的 但是各位我的意思 什么样的心态 生什么儿子呢 儿子也会来影响你呢 所以这个世界是互相影响 所以我们现在活着 爸爸妈妈影响我们 我们会影响祖先 祖先会影响我们 这个世界没有单独的存在 互相影响 所以你对世界好 你对众生好 才是最智慧的方法 对自己好 不管你做什么行业 都用一个好的动机去做 你开餐厅的 希望别人吃到我的饭 喝到我的水 健康啊 这样 所以我经常跑到 最大的超市 一直念 希望他们吃到的水 都有佛的加持 那你想想看 这个店有几千人结缘呢 都得到 钱又不用我出 对不对 但是我把佛乐力量 放在里面 所以各位进到超市 看到那个死掉了 你要念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通通超度 这样 看到吃的饼干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得佛的功德 然后水也好 米也好 水也好 坐飞机也好 公车站也好 只要有人的地方 只要有众生的地方 你都可以慈悲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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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功德融入 甚至你身上带的这些众语 功德都会想给他们 好 我就讲到这个地方 现在要发结缘品 然后剩下两三分钟 这个结缘品 这里面很宝贵喔 所有大乘佛教有加持的奏都在上面 现在电脑很好 可以浓缩 做得很漂亮 这是学天主教的 我去教堂 这个不错不错 拿回来就把它改一下就好了 所以我送给那个外国人 小哥哥哥 对不对 他们带着 但是我告诉各位 这不是很贵的 所以带酒还会褪色 你就不要怪我 下回做好一点 这个字不会褪色的 还有这个 这个带在身上 保证上品上升西方极乐世界 永不堕落耳道 谁踏到你影子跟你讲话 都可以笑意 诸佛的光在你身上 大随求 这上面有中文 背到看不见的位置 为什么要背 慈悲 帮助众生 还有这个 手机卡 贴在手机上面 好 编发 我们先把今天的功德 这两个钟头的功德 要布施给众生 念一下 愿意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 上报父母祖先恩 上报国家社会恩 上报所有众生恩 上报三宝加持恩 夏季地狱苦 夏季恶鬼苦 夏季所有动物苦 回向所有堕胎流产 死亡儿童 所有病苦者 消除病苦 若有建文者 西法菩提心 尽此以保身 同生极乐果 好 那我们农历七月份 希望大家多念一个座 南无 明祢祷 都不予 受害 这个叫报父母恩重 也希望現世父母常受 欺世父母累积父母离苦的乐 再给我念一次 南无 明祢祷 都不予 受害 南無 明祢祷 都不予 受害 南无 明祢祷 都不予 受害 好 感谢我们 马正义 老板 还有各位菩萨来参加法会 帮我们布置 也愿小朋友 老伦大家平安 我彼陀佛 南无大恨 无限菩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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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护持生命电视台 就是护持佛法 究竟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 不分宗派 传播在这个时间 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 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生命文化基金会 大家好 我是三星总医院院长蔡建松 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前求 为降低国内群聚感染风险 今年所得税申报已全面延长到6月30日 建议大家善用网络报税工具 在家报税 安心防疫 如期全网国税局报税 请避开申报人潮 并配合以下相关措施 一 使用国税局官网的线上取号功能 降低现场等待时间 避免人潮聚集 二 请全程佩戴口罩 配合量体温 并依现场服务人员指示 保持社交距离 若有发烧等呼吸道症状 请在家休息 并采用网络报税 报税不忘防疫 保护自己 也保护他人 大家好 我是防疫医师詹佩君 年假结束后 防疫勿松懈 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共同降低传播风险 年假期间 曾前往人潮拥挤的景点或场所 因自主健康管理14天 外出时 请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在家时 请维持社交距离 若身体不适 请在家休息 若需就医 需佩戴口罩 请勿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进医师评估后 进行裁检 在确认结果前 请留在家中不可外出 即使检验为阴性 仍需自主健康管理14天 若无出现任何症状 可正常生活 但请避免出入公共场所 急延后洗牙等 非急迫之医疗 请国人配合防疫 共同谈结 守护家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这故事都有理 欲言同胖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护华 护华 护华好 护华 你有看过马拉车吗 有啊 我在电视上看过的 哦 在电视上看过 那你有看过 马拉车的时候 后面还跟着小马吗 好像没有耶 对了 香香妈妈 小马为什么要跟在马 马车的后面呢 哦 问得好哦 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下面这一则有趣的故事 马的对话 在一户农庄里 住着马妈妈和小马母子俩 每天她们都会走很远的路 为主人拉车 哎哟 妈妈 这车好重哦 我拉得好累哦 哈哈 快到家了 就可以休息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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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苦了你们 快进来休息 好累啊 妈妈 我饿了 孩子 别着急 主人一会儿就会给我们送吃的来 今天我们给主人拉了那么多货物 他一定会给我们准备美味的食物吧 可是当小马看到主人捧着一大捧干草来喂他们吃时感觉很失望 为什么自己每天那么辛苦的劳动却只能吃干草呢 可爱的马儿吃饭了 今天真是辛苦你们了赶紧吃吧 哼 怎么又是干草啊 妈妈 我们今天出了那么多力 怎么还吃干草 主人真的对我们很不好 你不是饿了吗 饿了就赶紧吃吧 妈妈 干草一点都不好吃 难道主人就不能给我们换换口味吗 孩子 我们马儿就应该吃干草啊 你不吃干草 想吃什么 唉 做一匹马真不值得 每天那么辛苦的工作 却只能吃干草 这时 主人拎着一桶奶油炒麦子 从马厩旁走过 小马闻到了奶油炒麦子的香味后 忍不住流出了口水 哇 妈妈 奶油炒麦子的味道就不错啊 主人为什么不给我们吃 孩子 那不是我们的食物 那这些炒麦子是给谁吃的呢 小马 小马看到主人 拎着奶油炒麦子 来到了猪圈旁 然后 把整整一大碗的食物 放到了猪圈的桌子上 胃炒麦子 烂猪 快过来吃饭 食尽吃 是胖的 真好吃啊 看着猪贪婪地吃着奶油炒麦子 小马心生羡慕 妈妈 我实在不想吃甘草了 那你想吃什么 味道真好 那只猪吃得就很不错啊 我们怎么能跟猪比啊 为什么不能跟它们比 刚才主人不是说我们可爱吗 难道可爱就只能吃甘草 主人一边说猪懒惰 一边喂它们奶油炒麦子 真不公平 孩子 其实这很公平 妈妈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我们替主人卖力 不论远近 困难 都要将货物给拖回来 但是我们吃的却是乱糟糟的甘草 喝着路上的脏水 而那些猪整日什么都不做 却吃奶油炒麦子 这难道公平 哎呀 孩子 你不要有这样的念头 你别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 时候一到你就会知道了 时候一到 什么时候 过年的时候 接下来的日子里 小马和母亲依旧每天吃着甘草 而那头猪却天天吃奶油炒麦子 转眼间 新年到了 家家互助缺春帘放鞭炮 啊 好恐怖的声音 妈妈 什么东西这么响啊 孩子 别怕 过年了 人类在放鞭炮呢 过年都要放鞭炮的 真吵 真讨厌过年 其实猪更讨厌过年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他们的耳朵大 更怕吵 嗯 他们怕的不是鞭炮声 而是怕丢掉性命 丢掉性命 难道鞭炮能要了他们的命 就在这时候 小马看到一个大汉 手拿绳子走到了猪卷旁 妈妈 人类拿绳子要做什么 一会儿 你就不羡慕猪每天吃的奶油炒麦子了 救命啊 救命啊 不错 好肥 看来这一年的奶油炒麦子没白吃 阿姨 呃 呃 呃 救命啊 呃 救命啊 呃 这么一头大肥猪 过肯您足够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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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啊 呃 呃 呃 我再也不吃奶油炒麦子了 呃 呃 我要吃干草 哦 呃 呃 可怜的猪 孩子 你还羡慕那些吃奶油炒麦子的猪吗 不羡慕了 幸亏我们每天吃的是甘草 艰苦环境中 培养人们积极奋发的态度 安逸环境中 免不了遭受灭亡 贪婪 是指攫取远超过自身需求的金钱 物质或财富 也可以指得寸进尺 永不满足 疑惑 是指对某一件事物 透过他人解释后 依然不清楚内容 即称为疑惑 不可怜的哦 你这体骑到咬咬咬皮 结果鸟鱼太丢了 哦呦呦呦你的台语讲得还真好 哦每一种动物啊 都有生存的权利对不对 我们应该要爱护所有的动物 这样才不会任意去伤害它们才对啊 那富华我问你哦 在故事中小马羡慕小猪什么呢 嗯小马羡慕小猪不用拉车又可以吃到好吃的奶油炒麦子 而且他却只能吃甘草而已 嗯 母马告诫小马说些什么呢 母马告诉小马不要羡慕猪 时候一到就会知道了 哦那母马为什么告诉小马这样子说 时候一到就知道了呢 因为过年的时候啊 猪就会被拿去杀掉了 哦所以猪呢只是一时的安逸而已 那母马告诉小马说不要羡慕小猪 对不对 嗯 那小猪啊被养得肥肥的 对不对 嗯 过年就会被抓去 杀掉 啊所以其实我们平常的生活不要过于安逸 因为它安逸呢 你就会怎么样 就会惹获上身 那平时呢都会做一点有意义的事情啊 譬如说做医工啊 或是帮忙打扫环境啊 或是到医院里去观海老人啊 单亲老人啊孤儿都是很好的哟 哇香香妈妈我也要像你一样 生活才不会过得太安逸 嗯那我们一起来学习哦 那哇那我再去请问你一件事情哦 小猪有羡慕小马吗 问你的时候啊猪被卖掉了 变成想吃甘草 很羡慕小马能够平平安安 与妈妈在马厩里面生活 嗯哇那你也有很羡慕别人的地方吗 有啊 我很羡慕电视里面的高兴 还有学校的同学长得很漂亮的啊 有同学可以到国外旅行的啊 哇其实你也长得很可爱啊 那你觉得香香妈妈长得漂亮吗 嗯其实我觉得香香妈妈很慈祥 很像我妈妈哦 对啊那就对了嘛 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特质 关卡的外表是没有用的 主要还是要发挥我们内在的优点 例如说啊我们讲话要有礼貌 对人要和善啊 然后愿意帮助别人 那别人就会喜欢跟你在一起啊 那你的人缘就一定会很好哦 还有啊慕华你如果好好的念书啊 说不定将来可以出国深造 或是跟谁的师傅呢 一起去出国访圣啊 那你就可以出国了呀 嗯那所以应该也不用太羡慕别人 不过当同学有好的优点 可以向他们请教吧 嗯是啊 慕华是很棒的哟 可以融会贯通嗯很好 哇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如果是你 你会选择小猪还是小马的食物呢 为什么 嗯我会选择小马的食物 因为马儿本来就是炒的啊 像我们吃米饭永远吃不腻 啊对啊 虽然米饭的味道有点平淡的一些 可是香喷喷又有营养 很适合我们来当食物吃 而甘草呢就适合马来吃了 而且啊他可以跑得很快啊 让马儿跑得很快 千里马烤得也很远啊 他们也都是吃甘草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适合的食物就对了 每种生物都有适合自己的食物 那慕华什么食物对人类最好呢 如果我们对每一种颜色的蔬果均衡的摄取 其实蔬果的营养其实是很丰富的 足够供应我们身体的所需 就像香香妈妈一样健康又有活力 嗯你很会说好话哦 哎嘿其实啊牛啊大象嘛 他们都吃树的耶 哦 他们也很有体力啊 而且摄取多的蔬菜水果的时候 也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 身体啊才不会生病呢 嗯 那我也要叫我的好朋友们 多吃树咯 啊很好 多吃树呢 其实是很环保的 尤其珍惜资源 保护地球就靠到家了 那你会如何做呢 嗯 例如分类垃圾啦 支援回收啦 没有的电器要拔掉插头啦 嗯很好 而且还要有一个就是 不要浪费纸张 这样可以减少树木的砍伐 爱护森林 尊重一切的生命哦 哦 还有哇 如果我们要去如何去效法这些 从逆境生存的人呢 不会去向环境低头的这种精神呢 例如故事中的母马 虽然每天过得很辛苦的拉着车 但他都不会抱怨 嗯哼 还是要能够安分地拉车啊吃甘草 啊对 这就是人家说的知足常乐 虽然环境很艰苦 哦 可是呢 他还保持着一种很快乐之主的心 而且每天感恩 每天有很多很多的甘草可以吃啊 还有很多人从失败中重新站起来 也是不像环境低头的呢 嗯对啊 就像以前的玄庄大师啊 他到印度去起经的时候啊 还有那个释迦摩尼佛在成佛以前 都经历了很多的考验 最后他们都是不屈不挠的 最终就成就了呀 所以当我们遇到了逆境啊 或者不如意的时候 千万不要气馁 我们可以想想看很多的伟人 其实他们的遭遇比我们得到的挫折还要多 他们却从这些挫折中呢继续的教训 最后他们都成功了 对啊 就像我有一次数学考得很不好 结果很难过 最后考了100分 哦那你很棒啊 所以说呢到了逆境 我们千万不要灰心啊 我们要学习故事中的母马 知足感恩 并且呢 从逆境中学习到的一些教训 才勇敢的去迎接新的挑战 对不对 嗯嗯很好 各位小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哦 下次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南无地藍娄无菩萨 南无地藏瓦菩萨 南无地藏瓦菩萨 南抹地藏王菩萨 南抹地藏王菩萨 莫荷萨